今天丁丁带大家来到我们电池产品的大本营 就是要挑一台好的行车记录器啦 可是你看 哇塞 选择整个也太多了吧 这么多的选择 加上大家的预算都不一样 怎么样挑到适合自己的行车记录器咧 探听一下咯 这几年行车记录器可以说是汽车用品中最畅销的科技商品 越来越多的车主会加装 行车记录器来保障行车安全以及自我的权益 而随着行车记录器的题材持续的发烧 市场上不仅推出相当多的品牌机种 供消费者选购 功能也持续不断的进化 目前我们是卖最好的就是这一台 这一支行车记录器 它本身的话就是有拍照功能 然后还可以强势录影 现在是比较符合现在的需求 因为一般行车记录器来讲8G容量的话 它只能大概录两个小时之内 那因为它现在有多的强势录影件的话 就是可以把档案直接锁定起来 怎么循环都盖不掉 所以就比较不会让客人担心说有记忆卡不够的问题 它的优点就是说拍照功能我们可以设定2秒拍10秒拍以及三连拍 那它的行车记录器呢 往左边按键一按下去静音按钮就会启动 那往右按键一按下去荧幕就会有保护程式就会启动 上跟下的按键就是这台行车记录器它可以拉远拉近 对 那它的紧急录影按钮它有6组 它可以行进中紧急录影按钮启动 然后每一组都可以帮我们把档案锁住 不会被覆盖掉 这台行车记录器不但拥有高画质影像记录功能 高耐温的电容设计 在突发状况发生时还能紧急的录影设定 并切换到照相的功能 记录一切的关键时刻 整体外形这像是一台数位相机 它的内部功能方面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们的主要按键有播放键拍照键 menu键跟紧急按钮4键 那我们在按键的设计上面 我们设计也跟相机是一模一样的原理 所以使用上来讲 大家可以很明确的知道说该如何去操作 其实强调高规格的行车记录器 操作的界面也就相对的复杂 但这一款行车记录器 简易的选单设计功能及界面 让驾驶人可以轻易的变更设定 如此高规格的功能设计 价格却十分清明的行车记录器 其实这都来自于一群年轻热情的团队 他们的创意发想 所有产品的功能以及操作界面 都是成员们的心血结晶 为的就是想要提供给消费者 可靠实用便利的行车记录器 来保障驾驶人行车安全 我们的宗旨主要就是说 讲求使用上的方便性 简易性还有多元化性 再来就是说稳定性 我们一直秉持着这四个原则 去生产我们所谓的行车记录器 当然说我们的行车记录器 有强调说是台湾制造的 再来就是说它的影像绝对是最优的 呈现给大家 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对我们的产品 跟我们的工厂做出很严格的要求 希望呈现给大家是一个最完美的产品 强调拳机在台湾生产制造 坚守品质的原则下 每一款产品在推出前 都会经过严格把关 确保行车记录器的优良品质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进而提升品牌形象 而为了让产品更具竞争力 更贴近人们生活所需 业者也不断努力在产品的规格 与设计上推陈出新 让产品不只在硬体的规格上 持续的提升 在软体技术创新与整合方面 也透过与坚强的技术团队合作 成功的打造国产行车记录器的品牌价值 功能部分就是由我们公司 想要创造什么样的功能 我们先去跟ID的设计师 还有机构工程师去做一个协调 看我们是否能在这个晶片上去处理 比如说达到这样一个功能性 那假如说可以的话 那我们再去设置说 我们这个按键是要在左上方右上方 或者说要放在侧边的部分 那比如说像是有一些特别的规能 像是HDMI 这机构能不能放 我们事先都能够 与工程师去做一个商讨 我们甚至可以帮客户规划到 从明年后年的产品的规划 这部分让客户可以安心的 follow我们的road map来往下走 多年来累积的研发设计经验 以及开发资源的优势 行车记录器业者在强大技术团队的支持下 未来除了继续创造更多功能豪华 价格平时的产品之外 也将往高阶的市场发展 提供更多元的安全保障功能 打造出真正符合驾驶人需求的 行车记录器产品